昨天驚傳臺灣有人在賣熊掌 而今天臺灣蛇王黃國男 則是被平面媒體踢爆 以假贈與真買賣的方式 鑽法律漏洞 賣老虎 但是黃國男今天怒指是媒體誘導 他說出三十幾年前的買賣行情 而主管單位農業處下午稽查時發現 園內所登記的四隻孟加拉虎都還在 不過馬來熊剩下兩隻 因為有一隻最近剛剛死亡 媒體曝光率不低的臺灣蛇王黃國男 這一次臉色很難看 因為他被報紙踢爆 以假贈與真買賣的方式 鑽法律漏洞賣保育類動物 黃國男曾經擔任農委會野生動物保育諮委員 他的農場登記飼養的保育類動物 有四隻孟加拉虎 三隻亞洲黑熊 三隻馬來熊以及一隻獅子 他前一天才在媒體上批評吃熊掌是臺灣之齒 保育觀念高照時候你吃這個熊掌 就是臺灣人的齒日 如今臺灣之齒這四個字被報紙以抖搭的標題 跟黃國男連結 這下子面子當然掛不住 主管單位農業處下午集查發現 園內登記的四隻孟加拉虎都還在 不過七月有一隻馬來熊剛死亡 貼著從冷凍庫搬出了馬來熊的屍體 確認四隻熊掌都還在 農業處說不會干涉屍體如何處理 但就是不能買賣 女士新聞林俊銘 台南新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